一開始進入比賽場的時候很興奮 對 然後比賽 因為我第一個動作有失誤 然後中間的連接也有不被 也有不被承認的地方 所以就是難度有從5.8掉到5.0 那但是我覺得在比賽場 那個一分半其實真的還蠻 我覺得我在那個當下 有享受那個在上面 上面做動作的那個時刻 對啊 然後 下來之後 然後 就其實是蠻開心的 對 但是 就還是有點小小的 有點難過吧 對啊 就是第一個動作沒有做好 對 那經過一個晚上的沈澱 自己有覺得其實這一趟 光是能來第二次 是不是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呢 對啊 就是 但其實就是想一想啊 那個 就是跟著教練從年初比賽 比到年尾 然後就是為了拿奧運的資格 然後去很多個國家比賽這樣 然後我覺得其實這個資格真的是 拿到的時候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然後能夠站在奧運這個舞台上面 代表著中華隊 我覺得就是非常非常光榮 然後也是很滿足的一件事情 嗯 那接下來這幾天會 這幾天就是 嗯 就是 把握剩下的在奧運村的時間吧 也是好好享受一下這個 好好的去看一看 然後去享受一下這裡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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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